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9月16日 今天是星期天 但是呢没有休息啊 还是非常关心 刊登在网络上的海内外的一些重要新闻 其中很多人非常关心啊 正在议论有关 这个三位啊 中国共鸣在绿典呢 这个发生的啊 已是这个民事纠纷啊 以至这个纠纷引发了这个外交部啊 和中国驻镇的瑞典大使馆的纵失 目前上市到这个层面啊 的确是令人非常意外啊 那我看了有关所有的新闻啊 我觉得特别的重要的 人们都忽略了一个这样一个细节 也就是说呢 双方是怎样沟通的 也就是这位这个曾先生啊 9月2日他到达这个预先 这个预定的现在酒店啊 有的说是小旅馆啊 不管是什么 反正是双方算是以前有这样一个协议 就是说一方支付费用 那么另一方呢 要提供这种住宿的条件啊 那么由于这个失差的关系啊 可能也由于这个曾先生的经济条件啊 等等各方面的情况 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 很可能还是这个语言沟通有问题 因为中国公民到了海外现在旅游的人啊 越来越多啊 这个前段时间我出去一次 也见到了很多啊 来自中国各地的一些游客啊 中国人游了钱之后呢 大部分人都希望出去见识解释啊 但是呢 这个这里边情况就非常复杂啊 一个共同的特点呢 都是语言啊 英文啊 这个不太好啊 即便是有一些是在过去在大学校园里 英语专业毕业的啊 由于你没有这种语言环境啊 没有实践经验 对话也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这个曾先生我太了解啊 是不是这个英文很好 不太清楚 我估计啊 根据网络上披露一些细节呢 9月2日发生了这场不愉快的冲突啊 可能这个有一个最大的麻烦 就是说 这个酒店啊 和他的沟通上 可能存在着相当多的误会啊 那么一方面从曾先生的角度来讲啊 我觉得他应该必须明白啊 就是说瑞典和中国 这个法治啊 这个完全的 这个不同啊 那么瑞典是一个司法啊 这个独立的这样一个国家啊 也就是说啊 在这个国家里啊 在这个金钱面前啊 这个人人平等 在法律面前啊 那都是每一个人都是在一个地平线上啊 也就是说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那么呢 求助于大使馆啊 我认为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 这个不如找一个律师啊 就是说华人的律师啊 沟通起来比较容易的 呃 起诉这个警察 如果他认为警察这个动作粗鲁啊 这个对他这个 这个这种处理不公的话啊 包括酒店对他这个 在遵守双方的协议方面有问题的话呀 可以走法律途径 当然你走法律途径 可能要花很多钱啊 曾先生可能 经济条件未必好啊 因为到一个小的这个旅馆区啊 不是一个 这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星级酒店 那么可以想象 可能在这个大厅当中啊 这个双方在沟通上啊 产生了一些 就误会和冲突啊 那么 后来警察到场 那显然是就是说 这个接待他的大厅里面 这些保安呢 或者是酒店里的管理人员啊 他们可能也是 这个可能也误会了一些东西 那么找来警察呢 警察就进入执法这层面了 那当然海外这个警察啊 包括美国呀 加拿大啊 海瑞典的警察都是非常危言的啊 不管男女啊 那倒是 因为有很多的国家 是公民可以持有 合法持有枪支的啊 所以警察就分类了这个 这个危言啊 因为在某些方面啊 也是比较这个强硬啊 所以这点这个中国和美国啊 中国包括和瑞典啊 这情况都 都截然不同啊 那么曾先生这个 在出发之前啊 其实就应当考虑到 几个不利的因素 一个是时差 另外还有一个 预定酒店这个时间呢 和自己入住并不对接 那么空闲处理这段时间啊 也就是说提前几个小时到达 怎么处理啊 我想这个处理可能有几个方法 一个是要求酒店啊 请求他们能不能 就说再拿一点钱啊 就说再增加一天 那在这方面可能 收取一天的费用 你只能住几个小时啊 可能经济上有点损失 但是作为一个孝子啊 心疼自己的爸爸妈妈 而且爸爸妈妈身体有病啊 俗话讲穷家富裕 你即使很贫穷啊 但是在外面旅行的时候 也要多带一点这个钱财 这个多一些盘产啊 使这个这个住宿条件好一点啊 免于一些这个过度的操劳啊 颠簸这自苦啊 那么这是一个方法 就是能够请求这个小旅馆啊 这个在花钱的情况下啊 支付费用的情况下 那么再增加一个晚上 这是一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 如果这个酒店里 小旅馆里面没有房间了啊 客满 一般来讲预订啊 都在网上预订啊 你如果突然间 闯到一个酒店里去 一般来讲 在海外很难啊 很难找到住的地方 那么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请求大唐的这个服务生啊 接待员 这个帮助联系一个 这个附近的啊 离这里有几步路的啊 尽量近一点这样酒店 先安置下来 先住一个晚上 一家人先休息一下啊 然后第二天再到达这个旅馆里啊 我觉得可能就这样两种办法比较好啊 那么曾先生可能在和这个大唐的这些负责人啊 沟通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些这个误会啊 所以说造成这个双方这种这种矛盾啊 这个上升 那么大唐的认为曾先生是无敌取闹啊 那么曾先生认为这个大唐对他的接待啊 不够热情等等吧 最后警察到来之后呢 那警察肯定按照这个瑞典的法律啊 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还没有就是这个到达这个可以入住这个世界 那么你赖在这个大唐里面不走啊 假如是在这个讲话声音大一些啊 又不会这个英文啊 那可能造成很多的这个误解啊 那么警察知法当然都是非常简洁啊 强硬啊 威严 那么就容易发生一些冲突 而且警察一般办事啊 他们这个从小受的教育啊 就是头脑都是比较这个按照法制来办事啊 那肯定是这个操作程序啊 我相信可能也是按照规定啊 就身上他们身上带着这个这个执法纪录仪啊 那么他就按照这个部组来做啊 双方都有一些这个现场的视频的纪录啊 所以说目前说我们所知道的啊 仅仅是通过曾先生啊 再加上这个外交部啊 大使馆啊等等这些方面啊 有关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描述啊 回忆 今天我看到风光网来刊登了啊 中国这个驻立的使馆的啊 一些外交人员的介入 这个发表的一些观点啊 那本人认为呢 这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啊 这样一个民事的这样的人一个纠纷啊 原本都是一个小小的啊 不至于演变成两国的这个外交的层面啊 我看到有很多这个国内的议论啊 有些人义愤天赢啊 把这上升到了好像是瑞典啊 歧视中国啊 甚至把这个世界这个隐身啊 进一步的隐身啊 和这个达赖喇叭 这个最近访问的瑞典 以及这个铜锣湾事件里面的 龟云海事件都联在一起了 我觉得呢 太离谱了啊 相对于曾先生啊 处理这个事情我认为啊 完全可以处理的这个更好一些 我觉得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就本人来讲呢 这个也过去是2009年啊 这个二月份 移去加拿大之后啊 来到多伦多 我非常清楚记得啊 那时候语言是很差的啊 记得有些人到哪一个酒店去 看一个朋友啊 就需要一支笔来记录一下 这个朋友的电话号 朋友这个英文不好的 我英语不好啊 我就到那个总台去 请求他给我一支笔啊 那么他当然把一支笔借给我用了啊 但是我看到那个接待生啊 这个脸色不太好看啊 我当时还想 跟你借一支笔用 为什么不高兴啊 现在回想啊 是本人做的不对 为什么我们讲那个语言啊 太生硬了 就是命令人家啊 你的笔给我用啊 而英当时很客气的啊 就是要请求人家 就你的笔可不可以给我们用啊 这个心情都是一样的啊 就是但是由于这个语言不行啊 就沟通上误会啊 人家听了以后 你跟我用借一支笔用 虽然笔不大啊 但是你毕竟是借我的笔用 我白给用 那应该是笑容 要是客气 要不断地讲散评啊 所以我就想这位曾先生 如果在这个大厅里面 刚来的时候啊 那我就说非常客气的 这个不断地讲啊 谢谢啊 就是我爸爸妈妈啊 身体不太好 我们来以后 语言又不是太好啊 你不了解当地这个 附近那个周围的环境啊 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个 这个附近的 近一点酒店啊 这个 甚至叫一张出租车啊 帮助我们解决啊 这是一个方面啊 可能这方面 曾先生可能 我估计啊 表达能力啊 沟通能力啊 也不具有亲和力啊 可能会造成这场 这个纠纷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讲 我想啊 也不能就是 何悉你啊 那么毕竟曾先生 已经在网络上 预定了这方案 那双方就应该是 有一个契约了 对不对 只不过是提前 到达了酒店 那么三四个小时 那么这个几个小时 由于这个 时差的原因啊 又是感到深夜 那么可能两位老人 也是比较焦躁啊 焦躁不安 那么曾先生 可能也身心疲累啊 心情也是很沮丧啊 那么 遇到这个麻烦 没有这种 灵活的啊 具有亲和力的 应变能力啊 就造成了矛盾的 这个升级啊 那么作为酒店来讲啊 你毕竟是自己的客户 到达 应该是满腔热忱啊 非常的热气的接待啊 当然由于这一年来 可能中国这个 国民到海外旅游的很多啊 人这个群体就是这样啊 不论是你是哪个国家啊 哪个阶层 哪个政党 哪个派比 这个人品都是不一样的 不整齐啊 有的人非常好 有的人非常坏啊 有的人不好也不坏啊 情况都是很复杂的啊 我不太了解 这个曾先生 是属于哪个类型的啊 但是可以想象 一定是可能在这个 交往方面啊 可能亲和力比较差啊 再加上这个酒店大厅里边啊 刚好这个接待生啊 也是这种类型的人物啊 可能就说不定过去 接待给我中国的一些 这个游客啊 有的游客可能一些 不礼貌的举动 给他留下的印象也说不定啊 等等 反正是双方都有责任啊 我觉得主要的责任 还是在酒店 就是既然顾客来了啊 你不能就是说 马上给他安排一个新的房间啊 这个收取了新的增加点费用啊 让他再住半天 你也要就是说打电话啊 主动的联系出租 把他送到附近的一个啊 有空闲房间的房间啊 空闲房间的酒店啊 先让他少适安息啊 这个给一些快乐啊 然后在几个小时之后啊 到处房间的时候 那么热情的接待啊 因为接待好了之后 回去口碑相传啊 会有更多的中国游客 这个入住这个酒店 那么酒店生意就兴旺发达了 俗话讲的和气身材啊 所以说对这个酒店来讲 这个事情做的 是非常不对啊 因为不管怎么样 虽然这个曾先生 在沟通方面有问题啊 可能他的父母年纪比较大啊 这个情绪也比较这个急躁啊 那么特别是 身负纵命的情况下啊 可能有些事情处理啊 这个在他们看来啊 都应该以自我为重心啊 这个很容易就是说 出现一些这个麻烦啊 所以说酒店啊 按照这讲 应该是提供这个完善的 非常这个尽善尽美的 热情的啊 不要计较这些细节的一种 一种处理啊 但是海外 刚才我也讲到了嘛 和中国在国内一样的 可能这个做生意的人当中啊 有些人很高尚思想啊 非常热情 有的也可能也是 非常的这个 这个啊 不妥啊 有些人可能 威力师徒啊 甚至有些人可能 这个对中国一些游客啊 可能也存在了一些 不好的印象等等 这里的问题非常复杂啊 我没有看这个 完整的这个酒店的视频 我相信有啊 如果打起官司来 那个酒店肯定要把这个视频放一放啊 这个现在目前看到的都是这个零碎片段啊 那么就说双方啊 这个主要是曾先生在讲话 那么从六点这个方面 酒店并没有发表什么观点啊 那么警方更不会回应啊 警方要回应的话 那进到法律层面啊 那肯定是这个非常这个稳妥的 按照步骤来的 那么现在 中国的外交部 这个官员啊 这个大使馆的官员站出了讲话 我认为啊 至少是目前没有这个必要 而且不要通过这个世界啊 无限的放大啊 要进一步啊 就造成这个两个国家的这个裂痕啊 因为中国和绿点之间 虽然有一些矛盾啊 这个特别是在这个 这个通过湾疏伤这个问题上 好像有一些麻烦啊 但是总体来看 两国 两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要增长啊 要增加啊 两国家这个外交上 要进一步发展这个经贸合作啊 这个是这个曾先生这个事件 不过是一个小插曲啊 一个不愉快的一个杂音啊 很快就可以把它解除啊 解除最好的办法啊 我建议曾先生 预期就发表这么多的一些言论啊 有些言论 这个词句非常的激烈啊 甚至和这个爱国不爱国啊 等等都联系起来了 这个激发了人们这种庸俗的爱国主义观念啊 使这个世界呢 向着不理性的方向发展 与其这样 还不如就是说 这个花一点钱啊 请一个律师 懂英文的啊 能够在当地 这个瑞典呢 能够寻求法律途径 因为国外就是这样啊 就是说很多国家 包括美国 加拿大啊 还有些纠纷呢 就是送到法庭啊 他这个法治社会啊 大大小小的事情 包括这个邻居之间啊 亲友之间啊 妇女之间 妇子之间 妇妻之间啊 闹着矛盾 都往往都整到法庭上啊 这方面我就见了很多啊 因为他的司法是独立的 他不会站在警察一边啊 也不会站在你 增钱人一边 他都是职业的这些法官啊 他只能按照这个 法律程序和证据 这个最后做出这个结论 那么该赔偿赔偿啊 该处理处理啊 但是我想啊 可能这两个警察来讲啊 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身上他们带着这种 执法衣啊 而且他这整个这个部族当中啊 现在目前披露这个情节看啊 没有这种 就说啊 叫殴打这样的情节啊 他只是强制你啊 离开这个 这个大厅啊 因为大厅属于他这个 在你入住之前啊 这个 在你预定这个事件之前 进入这个大厅 这大厅肯定是人家的财产啊 一般来讲 海外这些酒店 不管大小都私人开办的 这私人的老板呢 对自己的个人财产这种啊 这个神圣的不可侵犯 这一点啊 倒是毫不动摇的啊 另外再加上沟通有问题啊 可能这个讲的话也听不懂啊 情绪有点激烈啊 那么可能 这造成了很大的很大的 这些这个双方的啊 这样的矛盾的这个 这个冲突啊 那么前一个律师 律师本身呢 肯定是非常懂法律啊 这个能够帮助双方啊 解决问题 最后啊 拿出一个公正的结论 等到这个法庭做出判决之后啊 这个不论是判哪一方面败诉啊 到了那个时候 舆论再能够报道啊 我觉得就比较公平 你现在还没有走法律程序啊 虽然是个小的民事纠纷 但是现在你既然放大到这个程度啊 成为了一个很多人关心 知道的公共事件的话 那你肯定 你就要沈总啊 否则的话将来 这个公布出来的视频 再加上警方呢 公布出来这种 这个执法记录 一档的显示的画面啊 如果有些情节和这个曾先生的叙述啊 有出入的话 那就非常的这个尴尬啊 现在已经就是外交部 包括这个中国驻这个瑞典大使馆啊 还接受了这个瑞典 媒体的这些采访啊 进行一场这个舆论的审判啊 我认为这个没有必要啊 这都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出一种什么考虑啊 这个外交部啊 从国家最高层面是否给授权啊 这个呢 从这个目前中国习近平提出这个全面的依法之国 那当然也包括中国公民到了海外之后啊 到了瑞典区 要遵守瑞典当地的法律啊 那这都包括在内啊 到底这个案件 这个事件 怎样来了结啊 我都觉得恐怕 目前这个情况下啊 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麻烦啊 那今天我看到网络上啊 我就非常意外 这个丰康网转发了啊 中国大使这个接受这个瑞典媒体的采访 那么瑞典媒体当中肯定是这个有华文媒体啊 也有这个英文媒体 那么将来会不会就说这个瑞典官方啊 这个酒店啊等等警方啊 也会出来回应 这个很难说啊 我估计可能最后还要走法律途径 那法律只能是遵照事实和依据啊 看个警察知法路人当中 有没有啊 不公正的地方 比如说像这个 曾先生讲到了啊 把他们这个扔到一个墓地啊 但是我看到网络有些消息 介绍那个地方的墓地的情况 也不是这样 也不是说像网络有些人渲染那样啊 那么就说瑞典是个小的国家啊 这个我曾经在几年前啊 这个曾经应邀到这个法国 自由广播电台啊 这个法国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接受一次采访啊 在那个活动当中也顺路啊 这个去了一次这个 这个挪威啊 挪威离瑞典都很近啊 那么这些国家的国民啊 这个社会风气啊 这个风景都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啊 我在挪威那个地方啊 也见到了很多这些当地的一些华人啊 也包括一些老外啊 我觉得这个特别是也入住了一些酒店啊 我觉得给我的印象都是 他们都非常nice啊 非常热情啊 这个尽善尽美的啊 为这个客户服务 像这种曾先生这种遭遇这个事情啊 真是一个特例啊 但愿这个曾先生这个调节一下心态啊 先不要就过于这个激动啊 这多想一想就说自己呢 在这个沟通方面是否有一些就是不当之处啊 那么从这个瑞典这个酒店来讲啊 要深刻反思啊 刚才我讲过了嘛 既然要做生意 这个和气身材是非常重要的啊 对每个人都要热情 既然人家远道而来啊 入住自己酒店 那就是非常信任 应当是这个多为这个顾客着想啊 因为就过再过三个小时啊 就成为这个房间的主人了 那么这样好的这样一个客户啊 而且是客户搞好之后呢 带来很多的更多的客户 结果现在造成这样一个效应啊 那说不定以后中国的游客去了之后 不住你这个酒店啊 那生意上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啊 既然是做生意不是搞政治的啊 那主要还是为了这个多赚一些钱 那么你只有对这个客户啊 非常热情 你才能和气身材 你搞出这么一个事件来讲 这个非常的狼狈啊 不管怎么样 都是一个这个对自己形象是一个啊 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伤害啊 造成这个损失啊 是不可估量的啊 何况这个事件由于曾先生 把这个事情发布在网络上啊 造成了很多人的这个围观啊 甚至有些人庸俗的爱国主义啊 把这个引申到了两国之间的这个矛盾啊 两国之间的一些纠葛啊 甚至牵涉出一些所谓的政治事件啊 和达赖喇嘛什么桂敏海都联系到一起了 这桂敏海这个我是比较了解的啊 我也不想讲太多啊 也不是说像媒体描述那么一个啊 这个人格完美的人啊 他有很多缺点啊 当然他这一次这个作为铜锣湾事件 这个当事人啊 这个遭遇这个这个文字欲啊 的确是不公平 但是他本人也是并不是像外界描述的那么啊 那么高大上啊 这方面当然是另一个话题了啊 我今天讲了什么 就是说这个事件很具体 是个孤立的事件 突发的啊 令人不愉快的事件 不应当把它引申到两国之间的啊 放大到两国之间的一个矛盾啊 中国和这个瑞典呢 一定要继续保持 有好啊 其实中国的公民出国去这个旅游也好 办事也好啊 就业也好等等 都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啊 千万不要以为我背后有一个厉害了我的国啊 就可以这个生起临人啊 甚至动不动啊 就把这事扯到了爱国主义这个层次上了 这个没有必要啊 尤其是一些官员啊 像中国出这个瑞典的大使啊 这官员 这个层次这么高 应该是等一等啊 等到这个完整的视频看过之后 等到请到律师啊 让律师去调查 等到这些案件都已经水落石出之后啊 再发给一些观点 我觉得对国家才有好处啊 因为我们有很多外交人员啊 并也并不是人们想象那么高大上啊 水平可能也一般般啊 由于种种原因啊 由于这个这个来到上到这个 到达这样一个位置啊 这个但是要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都可能影响国家的形象啊 所以今天看到疯狂啊 这个报道之后啊 我都为这个大使 捏一把汗啊 这个事实还没有完全 这个展现出来啊 还没有进入到法律这个层面 法院没有采取啊 就匆匆忙忙的就 讲出这样一番话来啊 如何往回收啊 我恐怕我觉得都很 都很麻烦啊 那么当然就这个 论点这方面啊 既然这个事情已经经过媒体的报道啊 无限的扩大 成为一个很多人的啊 这个来谈论的共同事件 那当然就要认真地面对啊 那么所以我今天看到之后啊 其实是产生很多的想法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 搞不好还是一个语言沟通方面的 一个误会啊 那么关于今天多点评节目啊 那么今天就主要就讲到这个 绿点这场世界啊 那么还有一点点时间啊 那么就想和大家简单谈一谈啊 由于我呢 过去发表了很多的 这个大量的这个文章啊 在海外呢 就是有一批这个读者啊 他比较喜欢我写的这些文章 那么后来呢 这个我搞了一些视频节目之后呢 这个有些读者啊 同样是啊 非常这个关注这些视频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来 以来啊 接到很多的这些 这些网友啊 就发来的这个 这个email啊 其中有些人呢 提出来就是关于他们到这个西方啊 包括美国和加拿大 来寻求难民身份的问题啊 那么有的 有一个网友啊 他是从这个深圳里面过来的啊 他声称自己遭遭了政治迫害啊 这个也是电话联系我 希望我给他提供一些帮助啊 这个我是这样的想法啊 由于这些朋友呢 大部分都在国内 也许是受到了政治迫害 也许是为了获得身份啊 出来造假 这种情况非常复杂啊 我过去遇到了很多呀 有些人他是 不想这个移民海外 他没有这个资金的支持啊 大家还还想来到西方 那可能就是投机取消啊 借助于这个叫难民啊 身份啊 这个造假 叫获得身份 在这方面呢 我一概啊 不论什么人呢 我不去作证 为什么 因为你们在国外的这个 在中国的活动啊 我已经离开中国很久了 并不了解 我不能就是说 盲目的去给别人作证啊 作证是承担法律责任的 一旦是造假啊 就要派行入狱啊 这个也伤害自己的这个名声啊 所以说 自从2009年2月啊 我一举相达之后呢 我没有给任何人啊 做过难民方面的这个作证啊 但是既然找到了我 我肯定要是表示关心啊 也比较到表示这个 这个同情啊 有些人呢 讲到自己过去在国内 受到的这个 不公正的待遇啊 我想也可能是真实的 那真实的啊 由于我不了解情况 也是爱莫能处啊 只能给你讲讲宽慰话啊 让我给你写这个证据材料啊 这个甚至有的这个访民啊 提出说给一点钱 你可不可以写 给钱更不能写啊 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做啊 只要做了就会有人知道啊 这方面是犯法的啊 所以说我还是非常尊重啊 这个当地的法律啊 所以说如果有些这个网友啊 看了我这个文章之后 和我联系啊 不管电话还是email啊 如果其目的是为了让我给他做难民身份的这个 这个证人啊 就请不要找我啊 这边一面就双方尴尬啊 我不买这种交涉啊 我记得几年前 有一位宗教人士啊 这个和我曾经 这个有过一次 这个这方面的接触 就是说他提出他给他一个朋友 作证啊 他的朋友是信仰某一个宗教的 当时拿出一份文件来啊 是中英文对照的 他就是他那个朋友 说的啊 如果说我能在上面签字 他就能获得难民身份的 我当时就是给他拒绝了啊 我告诉他就一方面啊 我很同情这个朋友 我相信这个朋友不是这个 假啊 另一方面呢 我没有这个亲眼看到 这个朋友在国内受过政治迫害 我不能给你作证啊 如果作证之后 将来有一天我不在了啊 就死掉了 但是这些这些文件还存在档案里啊 如果有一天有个人对姜与平感兴趣 要这个了解姜与平的话 把这个文件拿出来啊 我觉得对我这个名称是很大的损失啊 所以我不想这样啊 我不想为了点钱财 为了点好处啊 这个为了别人一个公伪的话语啊 去做这违法的事情 希望网民能够各个朋友们都谅解啊 特别是最近前两个月啊 有一位从这个文革华过来的一个朋友啊 一位这个女性的这个 她自称是难民啊 受到政治迫害出来 她给我通过几次电话啊 我没有就答应为她这个帮忙啊 希望她能够谅解啊 千万不要生气啊 我不想得罪你啊 我不想得罪任何人 但是呢 我非常爱惜我自己的这个过去的生活经历啊 我希望大家能谅解啊 我只希望广大的网民呢 我的网友们能通过我的视频节目啊 和文字材料啊 能够知道我的观点啊 作为一家之言呢 如果对的话啊 就吸取这个能够接受 如果不对的话 就当成这个下一轮啊 那么今天的读报点评啊 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明天见 谢谢